哈喽 大家好 我叫米莉 哈喽 好久不见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秋冬减肥药 营养为减 其实冬季大家都想去减肥 但是很容易养胖 因为吃得又好 然后又胖冷 然后又不爱运动 用对方式其实是可以受的 首先在冬天 我们一定要把衣服穿够 其实身体 它像一个工作机器是一样的 就是它能感受到 你对它好不好 对呀 我们要让身体 先有一个暖和的状态 因为当你的身体 感到冷的时候 它就会释放信号的 会把我们体内的脂肪留下来 虽然这样我们身体是暖和了 但是真的很容易长胖 脂肪也会囤积的越来越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你会胖 还有其实冬天普遍是比较干燥的 我们身体就很容易缺水 所以每天要喝足够的水 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加速你的代谢 然后加速排毒 但是不要喝太多的水 因为冬天我们的毛孔 是失眠起来的 像我是一个很容易肿的人 如果晚上喝太多的时候 我第二天就是没有办法上妆 冬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早餐一定要吃 而且我们要吃优质的早餐 红薯 南瓜 通点燕麦 泡一泡牛奶喝 因为冬天我们很容易食育 像我一到冬天就是蠻辣的 比较容易长胖的 我都爱吃 碳食我也爱吃 所以如果大家想真的减肥的话 稍微控制一下 吃一点优质的 碳水是没有问题的 也可以吃一些比如说 海鲜 三分鱼 坚果我刚刚才好吃的 黑巧可以增加饱腹感 也可以补充一些优质的脂肪 然后冬天我还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每天晚饭 我都会去泡一个饺 因为泡饺其实真的真的很有用 我有一个朋友他泡脚瘦了五斤 但是因人而异 就不是每个人泡脚是会瘦的 但是一定会还给你的疲劳 然后让你的新生代谢加快 这样的话可以排除我们体内的一些湿气 泡脚的时候 我们不要就是加太热的水 这样很容易烫伤 所以我就会比如四五十度 然后没过我们的小腿 起到一个很好的活血的作用 运动肯定是必不可少的吧 所以冬天我们有氧 像我之前爬楼梯 夜跑 那冬天很冷 所以我就夜跑就减少了 所以做一些瑜伽 普拉提 跳跳舞伯 所以这样就是可以让你的 做牌的快一些 那除了有氧之外 可以再练一些器械 迈开腿 闭上嘴 那就一定会瘦 如果大家真的坚持不住 在家里做一些 我上次教给你们的那些 简单的调整体态的动作 也是可以提到减腿作用的 如果你们想加速你减腿的速度 可以把你的运动的时间 调换一下 我们赶到早上去跑个二十分钟 然后你就会觉得 你一整天是有力量的 然后我会再喝一杯黑咖 然后把你一往下的那些 做全都排出去 那最后呢就是 身体健康肯定是最重要的 但是大家我觉得是 保持一个很好的心态 不要消费 不要烦躁 我们有效的减肥 快乐的减肥 好了 说完了 拜拜